感觉平时我们上菜了一下走 今天我们上粥了一下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橙子 今天依旧是在朝鲜逛吃的一天 不来点朝鲜生烟 怎么好意思跟别人说 我来过朝鲜 今天就去吃白粥和生烟哦 改变的是一直以怀怨 因为我也是下个 应该是 那里大牛 现在在河方的咖啡 才是这样我们也要去吃 哎呦 这么漂亮的 我给你来的 白粥白粥 听说夏天最适合吃白粥了 气候炎热的话 没胃口 就适合来上一份白粥 就要是完整的 他就叫腐胎 这个是yn子 就是一口 我要吃的 就是白粥 是不是 是白粥 这是青鲜 都这么开心的 没什么 我也是 白粥 都这么开心的 这次 就会比较 久不近 很久不久 你也不 sitzt 这次 难道 你不出去 你们 潮粥白粥熬制的方法 与北方人常喝的粥有些不同 首先米一定要是新米 一次性下煮水 快火滚烧 煮到米粒刚要开花就关火 用余热将粥煮熟 这样煮的粥米粒沉在锅底 水米分离 口感微硬 粥才好吃 来吃点蒙哥 真的吗 鸥肉吗 虾吗 鸥肉 鸥肉 生肉 鸥肉 鸥肉就鸥肉了 太运动了 冰箱就鸥肉 6点钟 软弱软弱的 好 好 这些是点辣哦 剪不够 剪不够 就是 这个完全没有练习 他的那个大树就是把一手锅拌完了 就放在那里 留下一个鸡 吃不吃的更简单出口的 下好一点 冷到粒 这个吃的 它野蛮了 这个怎么样 螃蟹 小腿就好了 这个这样子没问题吗 感觉好遗憾 这个 勇敢牛油不怕吞奶 这个还是熟的 熟的 这个粥真的应该打稀一点 太熟了 应该多打点水 一半一半 细细渐渐的鱼饭 其实这个鱼是熟的 真熟了 放冷了 没有任何调料 饭 干一个咸 不光吃一块的绵 相处开了百万 很酷 很酷 有点海银 用口味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我要去做干净 我帮你一起吃 这个又干净了 豆瓣在一起了 海 海 海花 海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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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吃完你会觉得白粥是最好吃的 你看这碗白粥多少 一口就一口 前桌最下饭吃的MVP白粥 感觉平时我们吃菜了一下 这家店也是网上平均比较高的 我们那时候十一二点了 都还很多人过去吃 不过我看大部分都是游客 本地人比较少 粥很好吃对得起它的店名 但是生烟稍微差点味道 没有我们下午吃那个卤鹅 那家生烟好吃 不过可以来试一试 还挺便宜的 一共是192 我们三个人没能吃完 因为我们来朝餐之后是一直都在吃 所以也不是那么饿 就还剩下了那么一点吧 来朝周一定要吃的是什么 生烟 好啦小伙伴们下期见 拜拜